台中警分局昨天晚上8点半左右 在市区中华路二段 发现一名骑乘电动车的男子 变换车道而且没有打方向灯 车身还摇晃 疑似酒后骑车 警方立即拦下车辆 经久侧后高达0.61 以违反公共危险罪 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酒驾取缔是台东警方 十分注重的重点项目之一 台东分局风里派出所远警 日前执行巡逻勤务时 发现一名骑乘电动自行车的男子 车身摇晃而且全身散发着浓厚的酒气 于是立即燃停 但该名男子却拒绝出示身份 警方只好将他带回所内 在经过呼气酒车后 才发现男子的酒车池超标 来啦 你进去整你家 来来来来 你有喝酒啊 来来来 后退后退先出来先出来 哦 酒匠耶 本所远警于昨日晚间八点半左右 在台东市中华路二段 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电动自行车 变换车道时为打方向灯 且车身摇换 疑似酒后驾驶 可能危及其他用路人 虽上前拦查发现该男 上班浓厚酒位 但是男子拒绝出示身份证件 于是将他带房所进一步查证 金元警施与呼气酒车发现 酒车值超过法定标准值 全案依刑法第185条之三公共危险罪 以请台东地方检察署偵犯 台东警察分局呼吁民众窃户酒后驾车 落实指定驾驶 搭乘计程车返家 共同维护行车安全 保护自己也保护其他用路人 而最后该名罗姓男子因为酒车值超标 被依刑法第153条之三的公共危险罪 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而台东警方也再次呼吁民众 酒后切勿开车或是骑车 以免触法以及发生危险 记者陈建林台东市报导